主委 各位好 主委 我剛剛看你回答我們政力軍委員 所有的一個態度還有一個談話 我真的替你感到覺得羞恥無恥 想當初2008年你上任的時候 報紙還把你推崇啊 院長聘請來一個國際級的一個核能專家 學經歷非常的豐富 在國際上素有聲望地位學術地位的一個核能專家 我們請了蔡主委來當我們原人會的主委 但是呢 從上個會起到現在 我看到你回答所有的委員 有關於核能安全的問題的時候 你一概是非常被動的認為 我不清楚 我不瞭解 我們還要再去 調查看看 包括剛剛政力軍委員 他所提供的影帶 他所提供的照片 這麼明顯的一個證據 難道 你眼睛是被拉到眼睛 還是那個眼睛 不夠沈倒這樣 所以你看不 我們 我們 我們所謂的 國際級的核能專家 難道對剛剛 這麼明顯清楚的證據 既然都 無視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你這個博士是怎麼拿來的 你這個專家是怎麼做的 你這個主委是怎麼得來的 一定是有 要不然我們不會給他開 三級的違規 我想 讓我們詳細的過去 很多事情不是開了違規 不是罰了錢 所有事情都能夠解決啊 當然不是說解決 如果等到 河南 河電 發生了問題 你開 再多的違規單 罰了再多的錢 也沒有辦法來得及阻止 一場 悲劇啊 前天 我還想到違規也好 或者是罰錢 都只是一種事後的手段 他們過去所有的 醫療評鑑 醫院評鑑 他們都是假等啊 所有的演習也都是合格的啊 但是呢 一旦出了問題 手忙腳亂 死了 12個人 是我們台灣醫療史上最嚴重的一次 我還記得你剛剛回答委員 你說 請你再說一次 台電到目前為止 對於核一核二核三 甚至現在還沒有運轉的核四 你剛剛講了一句話 你認為台電的不管是在品質保證以上 還有他的技術方面 都還不合格 你說呢 我講的是核四的部分 核四的部分不合格 你說呢 等到全部合格才能夠運轉 同理可證 如果台電到目前為止 對於核四的所有的品管 還有安全 你都認為不及格的情況之下 我們所有全台灣人民如何能夠信任 台電未來 未來的做法 核四未來能夠安全嗎 所以要把它過去 因為 注意 你不能只有坐在能力房間 都解決了以後 靠著你的學經歷背景 這麼的完美 但是呢 你沒有在實務經驗上 實質地對台電 去要求他們核能安全啊 不可以跟他用說 用說的大家也要說 台電的品保能力 並不是做不到的 我還是強調 你剛剛講的很清楚嘛 不及格嘛 我特別講不是 如果到目前為止 都還不及格的情況之下 核一核二核三的品保 是及格的 核一核二核三的品保是及格的 你是核能專家 你剛剛以你的博士的學經歷 你取笑了我們 日本的學者小出譽章 你說他講的都胡說八道 主委 站在一個你是國際的核能專家 如果是學者對學者之間 可以有贊成可以有反對 你可以取笑小出譽章 說他胡說八道 但是你今天身為 圓南會的主任委員主委 你不是只有一個 以學者專家的一個背景 來說這一句話 難道圓南會 實在替何能背書而已嗎 我們有一些我們的立場 我想時間的關係 你圓南會的主委的立場 就是為何能背書嗎 我會把我們對這個部分的 我們國家的行政院的原子委員會 原子委能會 是為了核電背書嗎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 那為什麼你可以 主委是剛剛取笑人家說人家胡說八道 那是因為他的數據 根本就是不確實嘛 那主委在問你嘛 日本學者 小出他說 核電的問題 很簡單 只有兩個問題 一個 就是不管任何能設備 任何機器都會老舊 老舊了之後 彈性疲乏之後 一定會出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核廢料的問題 如果核廢料 能夠做到 完全無害 無毒 那再來說核能是安全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包括正義局委員 剛剛提供的引帶來講 你告訴我們 我們的核廢料 以你國際核能專家 你能做到核廢料完全無毒無害嗎 核廢料本身是危險的 核廢料本身是有毒的物質 所以 請你們告訴我們 核廢料既然是危險的 是有毒的 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就如同剛剛監察委員所要求的 如果核廢料的問題 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那請不要告訴我們核能是安全的嘛 委員講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你無法推翻嘛 那你憑什麼去取笑小出譽章說 他是胡說八道 就好像委員問我說 火是不是有危險 問我說瓦斯是不是有危險 一樣啊 那個也都不安全的 可是他可以做到 可以讓他安全 就是說不會傷害到 可以做到安全防護啊 核廢料可不可以消滅 輻射可不可以消滅 跟委員報告說 要幾萬年才能消滅 也有很多有毒的物質 比核廢料更高 就是他是永遠都不會 都不會decade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核廢料能不能最終處理到無毒 沒有危險 這句話你回答我就好了 經過幾個半衰期以後可以 幾萬年 看哪一種啦 幾萬年好嗎就以我們現在核能費 廢料嘛 剛剛正義軍委員他所提供的這些粉塵 這些核廢料 假如像這些 如果你的最終的處置廠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辦法走的其他的替代方案 你如何告訴我 這個核廢料是 安全的 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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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人的稅數平均稅數是幾年 現在是七十幾年吧 是啊 將近八十年 那請問一下我們要經過幾個世代 要經過幾個世代這些核廢料才能 所以才會有 所謂的沒有 所以才會有後端營運基金 他就是 要從使用的過程裡面 我們今天問的這一件事情 而且也要求這一代的人 就是再來證明 就要把他做好 你身為我們原子人委員會的主委 你身為一個國際級的 博士級的一個專家學者 講話要憑良心 要憑得良知啊 我是憑良心啊 跟我們報告 我是憑我的專業跟我的良心 跟憑著你的專業 憑著你的良知在批評 而且是預設立場的在批評 反對核能的專家學者 跟我們報告不是預設立場 而是這幾天我們同仁 都有針對小初一章的一些發言 做過一些分析 做過一些評論 這些資料可以提供給委員 那剛剛有委員提的啊 你們有跟美國求證過嗎 如果你指責人家是胡說八道 你們有跟美國求證嗎 求證他剛剛的那個 核廢料的處理機制 還有整個 一旦核能電廠發生問題之後 所有的疏散距離 所有的運轉 所有的未來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這就是我為什麼講 胡說八道 尤其他說了會有 你發揭幕喔 就是說 你想想看也知道喔 美國的NRC 你先跟我講吧 你有沒有跟美國求證過嗎 我們同樣子的一個博士 沒有求證過 你就可以指責人家胡說八道 說人家一花揭幕 那你們自己才是胡說八道跟一花揭幕嘛 你們自己有求證嗎 你自己回答沒有嘛 沒有求證過你就可以指責人家 那 那請問一下 你說你是學者專家 你是科學博士 你是要符合科學實事求是的精神嗎 因為我們從一般的常識就曉得 這個時候你跟我講常識 我們在跟你講反對核能的時候 你跟我舉科學 舉所有的數字說你的專業 講到這件事的時候你跟我講常識 這根本不可能嘛 這不用索證 因為NRC不可能針對核實在分析 聽到這樣子 你真的該下台了啦 你真的要請辭了啦 這麼樣一個偏頗的立場跟態度 這麼樣胡說八道 隨便論指控其他的專家學者 你還能當我們原能會的主委啊 你還能夠告訴全台灣人民 你們原能會能夠保證台灣的核能安全嗎 我還是跟委員報告 你們能夠站在上位去好好的監督台電嗎 跟對沒有依據不實的言論 你們自己也沒有求證過 怎麼去說人家沒有依據沒有證據 那你們有求證嗎 我跟委員 你剛剛跟我說你們沒有求證耶 好 跟委員 保證 假如我求證之後 NRC確實回答 到目前為止你就是還沒有求證 就說人家胡說八道 我現在承諾嘛 那你就是胡說八道 我現在承諾 假如我們求證之後 NRC確實說 他們有針對核市場 做過一個分析 主委 這個分析就像小崔玉璋所講的結果 我立刻下台 看到了這些核廢料 還有灰燼粉塵 是 我們台灣目前有多少 數量 對不起 你說 在台灣的部分 是吧 在台灣的部分 在台灣核一二三場 對 呃這個廢料桶的數量大概也是差不多 差不多多少嗎 10萬多桶 差不多多少嗎 10萬 你到目前為止 你剛剛回答1萬多桶啦 我說10萬 10萬啊 你跟野獸魚差了10倍啊 跟南語差不多 我說10萬啊 你調錄音帶起來看就曉得 我說跟南語差不多 就是10萬 主委 這麼一個 對核能安全 對台灣人民的生命安全 這麼 重大意義的一個問題 你竟然會 搞不清楚實際的數字 我剛剛就講了嘛 跟委員報告 昨天就兩個問題嘛 我說跟南語的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10萬 核廢料怎麼處理嘛 是 你量核廢料到底總共有多少 你都沒有辦法講得清楚 你如何讓人家 讓所有的台灣人民知道說 原來我們原人會是有善盡職責的 是有在為我們生命安全把關的 難怪這麼多的委員都有所指引 難怪你們行政院的原子男委員會 我知道數量大概就是10萬 不管你再怎麼爭取 上面的也都沒有 注意到你們嘛 不需要吧 沒有總是到你們嘛 不需要吧 只要我們同仁知道就好啦 主委 我是 我是只有同仁知道 你站在行政院原子男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這個位置你就是要知道 尤其最近 紛紛擾擾的 就是大家對於核能安不安全 大家有恐懼啊 大家有疑問啊 如果連這一點 你都還不能抓住核心的問題 抓住核心的議題 好好的把這詳細的數字 好好的把整體的規劃安全 能夠講實的 讓台灣人民知道 我大概知道 十萬桶 就應該可以對這個問題做了 問題是十萬桶 如果 每一個地方 就如同正立軍委員所提示的影片那樣子 請問一下 剛委員報告 那個安全性 現在在核一二三廠 那個台灣人民能夠信任你們嗎 沒有像 蘭嶼的那個部分 因為在 民國應該八十六年 主委 八十六年之後 蘭嶼就不再接受新的廢料 不要被台電門閉了 那時候就送到核一二三廠的廢料倉庫 我跟你講 今天這個 那個標準 跟蘭嶼的是不一樣 其他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這個樣子啦 你們每次去檢查 你都說你去看過 我跟你講 去檢查看過都是事後啦 人已經做好好給你看 委員願意的話 你看就只有片面啦 委員願意的話 可以安排 那我們他都沒有投資任何人 我們去除去檢查嘛 廢料倉庫去看 可以的 是不是 是可以的 主委 憑著你的良心良知 真的 請不要這麼蠻憨無能的 請不要躲在台北的冷氣房裡面 去做事後的審查 去做事後的安全計畫的審議 那個都沒有用 事後都沒有用 事後都沒有用 因為事後代表什麼 之前 人人都審幾乎的狗本了 審好之後你自己看 那個都來不及了 我們不希望 未來有一天 我們台灣史上 最嚴重的 我想是世界史上 最嚴重的核能事故 是發生在台灣 那是大家最擔心的 原能會 原能會不是台電的 這個上級的管理機關 他們每一步都要去管 而是為人民的健康做保障 做把關 所以只要民眾沒有受到輻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確保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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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